大家好,我是从业五年,底星五千,五行缺关注的三五青年五环君 一个用大白话讲硬核商业的谅仔 《阿甘真传》里有一句话 但这一比喻,在我等打工人看来却并不准确 因为巧克力无论是榛果还是酒芯,亦或是榴莲 好歹都是甜的 但打工人的人生,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是苦瓜还是柠檬 一货是臭臭的螺丝粉 加油,打工人 相信未知中也有惊喜 而有一家公司,就是利用用户对于未知的向往 对玩具的收藏欲望做到了上市 它就是国产盲盒第一股,泡泡马特 准确来说,这是一家用盲盒的形式卖超玩的公司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买到的盒子里装着什么 这钱花的是不是很刺激 2019年,泡泡马特天猫双十一的销售额8212万元 碾压乐高和迪士尼 2020年,他成为大玩具类目首个双十一销售额破亿的玩家 可想而知 有多少爹妈把四脚绳上的乐高8笔钱 省下来买了泡泡马特 泡泡马特今天在港股上市 截止现在市值已超千亿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 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沉迷于猛眼play 首先,年轻人愿意剁手 是因为泡泡马特盲盒里的潮玩 它确实有吸引力 我们都知道,玩具的购买动机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用价值 五环军小时候玩的四驱车得会跑 奥特曼得会亮 八笔得能换衣裳 但潮玩的购买动机是收藏价值 举个例子 干脆面里面的水浒108将卡片 实用价值几乎为零 但收藏价值无可估量 至今还有土豪千金求购 弥补小时候的遗憾 收藏价值很难定义 但多少和十美有关 哪怕是水浒好汉 也是信怀武侠梦的少年们 曾经侵慕的英雄形象 泡泡马特的产品一部分的设计 来源于独立的设计师 和旗下签约的设计师 比如具有代表性的Molly和Pookie 另一部分则是从知名动漫 影视里购买的IP版权 比如哈利波特 美老鼠Hello Kitty 前者是已经在圈子里 小有名气的IP作品 其形象得到了粉丝的认可 而后者这些购买的IP版权 更是陪伴无数后浪 成为打工人的童年记忆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 这些潮玩的厂场里不容小觑 所以泡泡马特的核心消费人群 也是女孩 从女大学生到宝妈 小时候逃不过芭比的金发 长大后沦陷在Molly的绿眼睛里 但好看只是其一 光好看撑不起千亿的市值 也不会让320万会员不能自拔 所以泡泡马特让人沉迷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采用了盲盒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开篇说的 你永远不知道你吃到的这一块巧克力 是酒星的还是真果的 IP的数量是有限的 一旦买齐 大家就会罢手 如果明正卖潮玩 泡泡马特2019年 卖不出16.8亿的收入 但是泡泡马特采用盲盒的形式 让用户存在多次购买到同一个潮玩的可能性 对于一个已有的潮玩进行重复消费 这是明正卖玩具所达不到的效果 想一想小时候 为了收集一张吉时宇送江的卡片 啃了多少包封面面就知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 2019年泡泡马特的用户中 有20万人在这一年的花费超过2万元 这些玩家都是泡着凑齐一套潮玩的心 一不小心就凑齐了好几套 光这些人就撑起了4亿的收入 占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由此来看 多少盲盒潮玩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而最后 这几年里 泡泡马特发力网上销售渠道 也是挖掘新用户 同时让老优户更加不能自拔的方式之一 泡泡马特114家新下零售店 主要开在一二线城市 售双面其实很窄 小镇青年们嗷嗷待补 但他依靠天猫席间店 对接上了8亿消费者 短短两三年就积累了350万天猫店粉丝 这让潮玩中很大一部分的宅男宅女 可以足不舒服 享受开箱的刺激 过去一年里 泡泡马特有32%的收入来自于网购 占比还在不断走高 效果可见一斑 最后 环军想说 潮玩这一行业 核心竞争力仍然在于产品本身 对于没有自制影视动漫的IP可依靠 走纯潮玩路线的泡泡马特而言 这些产品的吸引力能保持多久仍有疑问 但MOLI这一个IP 就占据了泡泡马特 自有IP中27.1%的收入 这也间接证明了 其他的IP吸引力的不足 同时 追求质量的IP创作速度 终归跟不上用户课金的速度 等越来越多的人收集齐全 泡泡马特又该靠什么 让老用户继续掏钱 这些问题 仍然需要泡泡马特给出答案 今天这期视频 我黄军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记得点赞支持 咱们下期见